哈喽大家好,我是俊,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的话 我是在北美做彩妆护肤测评的美妆博主 如果你对北美的彩妆或者是护肤产品有兴趣的话 希望我的视频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参考作用 那今天这支视频是要给大家拔草一堆我最近用到的比较雷的产品 算是给大家排雷省钱的一个小视频 基本上我累积到一定的数量就会拍一个这样的视频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请继续看下去吧 首先要给大家拔草一堆我最近买的比较雷的卸妆的产品 第一款,这款其实很小众 是我在美妆展上拿到的一个小样 喷雾的形式的一个卸妆水 喷头很差 只有两簇很大的水 像你喷到脸上,它的刺激感也非常非常的强 像我这种敏感皮 就算是最近我的敏感退了很多 但是上脸还是有很强的刺激感 而且它也没有说卸得很干净 如果你是化淡妆的话我觉得还OK 但是如果你是化浓妆的话会有点卸不干净 我还是更喜欢卸妆霜或者是卸妆油 经过乳化之后会卸得更干净 这种卸妆水就是普普通通 Fersession Formula家的这一款新系列 Organic Wear里面的一个 Double Cleansing Oil 卸妆油 它里面有含很多的植物成分 我在店里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应该会很好用 因为我很喜欢它家的一个抹茶的卸妆膏 所以我觉得这款卸妆油应该也不错 我看到它的包装我也很喜欢 就是这种塑料瓶很轻便 然后也是挤压笨管的 标标准准我喜欢的卸妆油的一个包装 但是实际它非常非常难用 首先它没有油的油润感 用卸妆油我会用很多的量 这样的话在脸上不会有很强的摩擦感 已经用了比我平时要多一倍的量 它还是摩擦感很强 就感觉在脸上它是会单搓你的脸一样 而不是很顺滑的带过 首先这一点就很差很差 其次就是虽然是有一点乳化 但是我觉得它没有卸得很干净 就是卸完之后我的脸还是油油的 就感觉抹了一层油封印在脸上一样 不是那种很清爽的感觉 再加上在我局部比较有敏感刺激或者长痘的地方 它也是有一些刺激感的 所以这一款我也是给大家做拔草 接下来要拔草的就是No.7 药妆店的这一款卸妆乳 它这个卸妆产品跟其他的卸妆产品不一样的点 就是它是要把你的脸弄湿之后再用的一款卸妆产品 它有点像是凝胶的质地 按摩在脸上 其实在按摩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微微的温热感 等你按摩完之后用水冲掉 就是单纯的用水冲掉 是不会有乳化这个过程的 对我这个农妆派来说它卸得不是很干净 而且它这个温热感我不是很喜欢 但我某些部位有一点点刺激感 一连踩了那么多雷之后 我又去买了一个卸妆的产品 就是这个露德清家的Makeup Melting Jelly Cleanser 但它的使用方法跟卸妆油差不多 就是干脸使用 然后按摩完之后再冲掉 这一款是刚刚说的那几款里面刺激感最强的 所以如果你是痘痘肌敏感激的话 这款一定要拔草 是No.7的一款眼部卸妆液 单纯液体的就有点像是卸妆水 效果就是完全不行 如果是要拿它卸睫毛膏或者是眼线的话 敷得再久它也卸不掉 你要非常用力的去搓 所以这一款也是给大家做拔草 这一款Rimmel家的眼部卸妆液 也是一样的质地 但是这一款上我的眼睛会有明显的刺激感 而且就算它如此的刺激 也是跟No.7差不多 卸不太干净 所以这一款也是给大家做拔草 雅诗兰黛家的这一款Gentle Eye Remover 赠品礼包里面经常会出现的一款 大家都知道我最喜欢的眼部卸妆液 是兰蔻家的水油分离的那一款 同样一个品牌的档次的雅诗兰黛的这一款 眼部卸妆液就非常的难用 完全卸不干净 而且他说他自己是Gentle嘛 但是因为他的卸妆力差 所以我要不停地在眼睛上揉搓 自然也是温柔不到哪里去的 露得清家的一款洗面奶 我当时是没有看清楚 我以为它上面写着是 Ripede Wrinkle Repair 比较首领的女神用的 所以应该会比较温和 但是我没有仔细看它下面写的是 Gently Exfoliant and Cleanses 顾名思义是有磨砂颗粒的 我本身是比较少在脸上用磨砂产品的 因为我的脸部非常的脆弱 又是敏感肌又是痘痘肌 不太适合用磨砂类的产品 所以这一款我复制的原因 所以我是拔草 接下来给大家拔草的一款是日本的美童 这款其实是我很早很早以前买的 我的学生时代很迷日本的VV杂志 我记得那个时候每期都有冰淇淑的一个专栏 就是介绍一下它最近的生活啊什么的 它最标志的妆容就是非常浅的鹅黄色的美童 加上金色的短发 所以我买的这一款我记得当时是冰淇淑代言的Sweet Days 我也选了一个颜色是我觉得比较接近 它当时妆容的一个美童颜色号 Sparkling Gold 但是上我眼睛之后整体就觉得很鬼畜 首先我是一个比较淡同的人 比其他多数我身边的人来说 我的眼睛本来的颜色 瞳孔的颜色就是比较偏淡的一个巧克力色 我戴上它之后 我觉得这个美童的覆盖力不强 还是透得出我本身同色的颜色 很明显看到它的美童 和我本身眼通是有一圈的差距 可能是因为我的眉毛和我的头发都还是黑色 所以整体搭配起来并不好看 Udell家的这一款假睫毛编号602 其实Udell就是很标准的 在美国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假睫毛品牌 但是绝大多数的睫毛都不太适合我们亚洲女神 这一款已经是我在里面选到比较自然的一款了 它的长度是我能够接受的长度 但是它的透明睫毛梗太硬了 很容易翘起来 就很容易脱妆 而且也非常的疼 上眼 负担感很强 日本Decorative家的假睫毛胶水 它家的假睫毛我不是很喜欢 我在日本逛街看到那些假睫毛本人的时候都会觉得很假 但是因为它的排场非常大 所以我还是买了它家的假睫毛胶水 但是它这一款我觉得不是很好用 不怎么粘 没有日本的DUP 它的竞品DUP好用 DUP我真的已经用过好几款了 是美国这边卖的Pure的一款假睫毛胶水 这款也是完全不行 像我今天就是用它的一直脱开 一直掉 所以如果你想找一款比较好用 卸下比也比较高的假睫毛胶水的话 大家直接买DUP就行 Essence家的这一款Coffee to Glow 高光刷非常的硬 不是很松软 所以它在上高光的时候呢 会有坨一坨的 不是很均匀 不是很自然的感觉 比单是很美的这种雾面的咖啡色 的形状也OK 就是它太韧了 就是没有软度 不像一些是很松软的 它就是很韧 下来是两款夜下止汗膏 一款是La Vanilla 一款是Mega Baby 拔草的原因都是一样的 真的全部都印得跟个石头一样的 就像我这样搓 我就很难取到产品 如果你是喜欢穿无袖衣服 然后不喜欢有些夜下止汗膏 刷到夜下之后会留下白色的痕迹的话 的确这两款是没有什么痕迹的 因为我感觉它都没有刷上去 另外我不喜欢它的一点就是 这两款的止汗除臭效果真的不好 我是属于比较容易出汗的 夏天我像用Secret家的夜下止汗膏 一般是不用补涂的 但是这两款是属于我都没有怎么运动 就已经感觉它们的效果已经不好了 就是我需要不停不停的补涂 所以给大家做个参考 如果你是像我这种比较容易出汗的女生的话 那这两款一定要拔草